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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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喜好房市 所以家里娇气美切成群 才刚过儿李芝年 膝下就有十来个孩子了 她的第三个特点有些奇怪 最讨厌和尚 某一天 原外家的第九房太太生了个龙凤胎 她大喜之下 就摆上了开场 乡亲们 今天开始 大宴三日 大家吃好喝好 宴请镇子上所有的人大吃大喝 也就在这个时候 奇怪的事情来了 老爷 外面 外面来了个和尚 嗯 脸上脏了巴唧的 披在身上的松袍 都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手里拿着一个破烂的饭波 看起来穷酸的要命 想来这和尚也是恶极眼了 外面家丁兰都没拦住 让他硬闯了进来 跪地下恳求给口饭吃 原来本来就讨厌和尚 又看到这和尚这么埋的 二话不说 就喊来家丁 给和尚一顿销 打得光流的脑瓜子上 到处都是包 高一块 第一个 不仅如此 原外还放了狗咬 把穷和尚身上咬得血狐连的 一直追到院子外 二里多地 这才放过那和尚 江老大 那后来呢 后来 过了整整一年 这一天 原外家来了一个道士 手里拿着扶尘 合发童颜 一看就是得到高人 这原外隔应和尚 但对道士却格外尊敬 于是 就把这道士恭为上宾 除了不让他碰自个人的媳妇 他想干啥都行 这道士倒也挺消停 不碰女色 对原外主动送上来的银两 他也不多要 平时还在原外家 给家人看看面相 好好迈 能把身体状况 说个八九不离十 道士露出这么一手 原外就更高看他一眼了 都恨不得 让他一直在家住 想把他当祖宗 试得供奉起来 道士在他家待了三天 第四天的时候 就说要走 临走前 原外想要挽留那老道 兴趣是看到原外诚心 那道士就说 这么着吧 我送给你一个领悟 就在你家院子里给你开光 这个开光领悟 一来可以望财运 二来可以望子嗣 三来可以望气血 原外这么一听 顿时乐的都找不到北了 赶紧恳求道士 快点帮领悟开光 又喊来家丁 包了好多钱才 道士从身上掏出一个御佛来 上面刻着八个字 招财尽宝 望家兴丁 瞅着那是相当的吉利 这道士开光的时间很短 念动开光咒 洒过香花 又在御佛上一番指指点点 而后他就把御佛 递到了园外的手里 嘱咐的 就把这小玩意儿 供奉在祠堂即可 本来园外挺讨厌和尚的 但看了这个御佛 也没像其他的 后来等送走了到时候 园外就火急火燎的 把御佛捧到了祠堂 如果猜得不错 那个御佛肯定不正常 老六说的对 自从园外供奉了御佛之后 家里就开始坏事了 他们家丫鬟婢婢女 总是说半夜能听到 有人在屋子里 来来回回走动 可点上蜡烛一看 却有什么都没有 当然 更离奇的还在后面 家中的家亲牲畜 总是接二连三的死亡 地里的庄稼 生长得也不正常 检查了一大半 但是却一直找不出原因 而园外自己的身体 也日渐憔悴 不出三年 园外家到中落 气离子散 自己还得了一种怪病 浑身长满了脓包 恶臭难闻 于是他散尽家财 找到可以医治疾病的人 几年过去了 天前的不少 可病却丝毫没有好转 家庭仆人也都走光了 好端端的一个园外 就差成为乞丐了 这一天 恰好三玄门的高人 路过此地 闻到一股妖气 便来到园外家里 发现云外家居然 供奉着一只 浑身冒着黑气的佛像 于是便将御佛收拢 后来经过调查 才发现 有很多邪修信奉 这种黑沙佛 这黑沙佛组织采阴不阳 采阳不阴 掠夺他人财运 甚至截断别人 生机为己用 无所不用其己 大家可一定要小心 好了 时辰不早了 大家早点休息吧 听故事听入迷了 大家注意休息吧 明天咱们再调查这件事 老天你今晚 就去我的宿舍吧 哎呀 我递个神了 不行 丫头你赶紧过来看看 这孩子又拉床上了 爹 你怎么一回家 夏天就在床上拉西啊 他现在就像小孩子一样 你要教他上厕所啊 来 夏天 起来 姐姐带你去上厕所 带你擦屁股 丫头啊 赶紧把它扔了 这都在家一个星期了 我都这么老了 还要养一个植物人吗 你听爹的好不好 本集播放完毕 请您点赞评论分享 下集更加精彩 夏天到有 明天你和我一起摆摊 顺便打探消息 老六 你明天和小龙一起 这样咱们就能两两一对 一旦发现异常情况 立刻汇报 那我呢 我明天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还没想过 要不 你明天和刘三 以及玉良他们去上学 我都这么大了 去学校也不像啊 到时候保安 把我赶出来了 丢死人了 这样吧 明天我就跟你们后面吧 这样不仅安全 我还能帮忙打打砸 你说的也对 那你明天就跟着我和夏天 走吧 回去睡觉 远哥 你说如果我也成为一个你们这样的道士 会不会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这种东西都是师父找徒弟 具体你行不行我也不知道 等以后见到我二叔了问问他 这玩意要有天赋的 不是谁都能成为道士 哎 好吧 我懂了 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占卜兄弟的方法了 普通人也能用的 这个还真有 古代人经常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 都会用占卜的方法来测算吉凶 比如祭祀的时候 还有打仗的时候 我二叔之前教过我 还用手机给我录了响 我马上转发给你 你自己看吧 别吵我 我太困了 要睡觉了 占卜兄弟 这玩意不错 让我宁神静气 来偷听一下 一天小当时就教大家如何利用三个硬币进行简单的占卜 首先准备三枚硬币 三枚硬币在占卜的过程中一共会有四种变化 我们分为阳卦 远哥 沙雕小道士是谁啊 怎么是这个人在教学 哎呀我擦 我刚睡着 吵啥呀 这视频是我二叔给我的 你看看就行 这么好奇干吗 不是啊 我看这个人穿的衣服很奇怪 感觉不像个道士 就随便问一下 你睡吧 你他娘的 乱说什么 谁规定道士就一定要穿道袍了 我也是道士啊 我从来都不穿道袍 有问题吗 真的是 你看就好好看 这个视频是一位叫沙雕小道士的高人录制的 我二叔曾经说他是一位非常神秘的人 而且道横极高 在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 差不多几百岁了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他在哪 可能已经突破这方世界 在另外一个宇宙了吧 算了 别想了 赶紧看 看完睡觉 累死我了都 如何利用三个硬币进行简单的占卜 首先准备三枚硬币 三枚硬币在占卜的过程中一共会有四种变化 我们分为阳卦 阴卦 少阳卦 少阴卦 大家只要能够记住这四种卦象 就可以了 在进行占卜的时候 我们每次占卜要让硬币落地六次 其中阳卦和少阳卦 我们用直线代替 阴卦和少阴卦 我们用断线代替 那么我们来进行一次模拟 这就是阳卦 我们用纸笔画出阳卦的直线 接着再进行第二次占卜 一反两正 这是少阴卦 我们再画少 每次占卜一共要持续六次 将六次得到的结果全部画在纸上 我们来第三次 少阳 第四次 阴卦 第五次 阳卦 第六次 阳卦 好 已经全部占卜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对照一下卦象表 找到了 第三是七卦 第三是七卦 葱火佳人 我们再网上搜索一下 这个卦象代表的是什么 就可以得到我们占卜所想要的结果 卦象显示 这个卦是一卦 下离上训 向点 离为火 训为风 好了 这就是一斤占卜的方法 道友们做某个决定之前 可以尝试一下 两阴 阴阳 也可以引身为天地 昼夜 男女等等 四项 极少阴 少阳 太阴 太阳 可分别对应四方 四季 四项 青龙居东 春之气 少阳主之 朱雀居南 夏之气 太阳主之 白虎居西 秋之气 少阴主之 玄武居北 东之气 太阴主之 四季分为 生 藏 收 藏 八卦 集前 昆 训 对 更 镇 离 塔 代表天地等注意 原来如此 这就是占卜之术 果然神奇 奇怪 我怎么好像会这些东西一样 既然老田说他最近流年不利 那我来算上一段 我擦 大兄 九死一生之卦象 这 难道田浩真的难逃死结 那这卦象中的一线生机又是什么 奇怪 算了 不想了 明天再说 终于弄好了 咱们今天就在这摆摊 顺便看看能不能发现黑沙佛组织的踪迹 远哥 我去给你们买两瓶水吧 这大太阳的 那多不好意思啊老田 让你破费了 夏天兄弟说的 这叫什么话 见外了 等着 我去去就来 哎呀卧槽 摔死我了 你嘛 谁把这地面拖得这么干净 哼 一定是你们两个操算命害的 老子早上一出门就摔倒 真是倒霉 这位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们距离你那么远 你都摔倒了 这次还能赖我们头上 你这不是扯淡吗 你小子讲话 怎么这么难听 算了不给你们一般见识 正好我要去办一件事 你们来帮我算一挂 算上我今天会不会成功 行 我帮你算一挂 你这个家伙 到底能不能算得出来 搞半天在这装身弄尾 信不信我顶你 奇怪 为何算不出来 君士 恕我直言 你这人面相奇特 今日运势难料 我算不出来 哎呀 你这个可恶的骗子 老子先犯你的谈论 让你在这招谣创骗 哎呀 别别别 别搞 先别急着发火 我来给你算上一挂 来 小子 算 刘师傅 把你的呼噜拉出来 烧了他 这家伙是一药 你之所以算不出他的运势 是因为他的投行比较高 你现在让他拿后面去 出击不一 我在前面 列着他的命文 让他无法通胆 你小子搞什么 讲什么悄悄话 算出来了没 君士你好 挂项已经算出来了 你是想找人对吧 按照挂项显示 应该是能找到的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 以及什么地点 还要进一步测算 你手伸给我 我看一下你的手相 哎嗨 你这个家伙不错啊 居然还知道我是来找人 来来来 给你看看 帮我算出来 我少不了你的好处 刘师傅 刘师傅 快 老板你们家猫怎么卖的 帽啊 便宜 三百一个 这可是正宗的黑皮加肺 看看喜欢吗 啊 有没有白色的啊 我想养一只白色的 白色的啊 没有 为啥想养白色的 因为我以前 有一只白色的加肺 但是但是他死了 我很想念他 算了 没有就不买了